有请联想品牌代言人 王一博 欢迎一博 有请一博 欢迎一博 来 舞台中间 这一边 欢迎一博 这就是我们 应该叫做 也叫做 年轻人的热爱代表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一博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欢迎一博 也是这个老朋友 去年在我们星光夜当中 跟大家见面了 传东 一博 你好 欢迎再次来到联想 是的 谢谢 欢迎 老朋友相聚 其实刚刚我们 跟大家说了 不光有很多人 期待着你今天的见面 其实在线上 还有很多朋友 也在等待着 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 不妨跟我们 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也 好的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今天一博 会照顾到每一个 在线上的朋友们 跟大家好好的去互动 当然还是想问一下传东 虽然是老朋友了 但是再一次见到一博 感觉怎么样 哇 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帅 帅气 对 而且一博今天选择的 也是黑色 感觉就像黑豹一样 是不是 非常的帅气 当然我觉得 其实一博 再次来到联想 或者说是 这次看到我们的主题 其实有一点点的改变 去年来的时候 我们是感想感播 今天加了个新的主题 是的 是奔赴热爱 没错 其实我们今年的主题 叫做奔赴热爱 感想感播 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 又一次的见面 当然我觉得 说到了这次的奔赴的过程当中 每一天大家都会让自己在进步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相信 每个人在进步的当中 都会有热爱的选择 比如说刚刚我们两位用户 他们对于热爱这件事情 就有些解读 不过现在一博来到现场了 两位也不要紧张 他们都不敢正眼看一博 哎 分享一下吧 在你们眼中的一博 你对他有了解多少 文汤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 就最近出的叫冰与火 冰与火 然后一博饰演的那个警察陈宇 我觉得非常帅 很帅 很萨 谢谢 萌萌 萌萌 我不仅有看这个电视剧 然后我也有关注之前一博参与的综艺 叫《这就是街舞》 我觉得非常热血 很热血 那我就代表广大的这个 在楼梯间们的粉丝 我们在楼梯间中 想偶遇一下王一博 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 大家心目当中一博的作品 接下来其实要问一下两位 一博跟联想 其实还有一部作品 叫做奔赴 你没有了解过吗 我看了 感觉怎么样 印象很深刻 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场景当中的一博 其实要说到这个场景 我相信在屏幕前的各位 跟我们现场的粉丝都应该很了解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小小的互动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到底谁是我们的火眼金金 也就是我们奔赴热爱的十级爱好者 因为这个短片当中其实有很多一些巧思设计 不同的场景不同造型的一博以及不同的产品 怎么样两位OK吗 没问题 好的 好 接下来那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我们稍后会在一博和传东提出问题之后 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半幕上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看一看你是不是够仔细 我们会在现场在大屏幕当中播放四段短视频 然后根据短视频内容提出相应的问题 两位准备好 我们接下来先有请看完短视频后用一博来提问 我们看一看第一段短视频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一起来看大屏幕 没有充分燃烧过的人 不懂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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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截取了一小段 这是在这个赛车场上的一博 所以一博 你来提一个问题吧 还挺难的 我 就很短 对很快 我就是想问一下 刚才的视频中有几段蓝色的赛道 几段蓝色的赛道 这个好好想一想 刚刚可能大家都光顾的看 拿着头盔的一博了 对 三段吧 三段你确定吗 我们是这个 听好是蓝色赛道 一定是三段 我挺喜欢摩托的 你挺喜欢摩托的 对 所以一博是不是三段赛道 是的 是不是 来看大屏幕 没错 就是三段赛道 从一条红色赛道 变成了三条蓝色赛道 也代表着 其实有不同的向上去奔赴目的地的感觉 想问一下 传东 其实除了这个蓝色赛道之外 其实在这个蓝色赛道呈现的 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品 对吧 是啊 其实我刚刚看到的不是赛道 我在看一博手里拿的是我们哪一款产品 那这款产品呢 就是我们现在 我抱的拯救者 Y700游戏平板 那这款小平板呢 在一博手里虽然很小巧 但性能非常的强悍 专门为喜欢游戏的人群而设计 一博是不是这样 玩起来很爽 对 我觉得不是小巧吧 是刚刚好 对 打游戏的这个尺寸是 因为确实是刚刚好 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 然后玩游戏的性能也非常的好 是很适合这个游戏好者们 性能也很棒啊 很棒 我觉得接下来 那我们就加快这个题目啊 因为第二道题 还是一道视频题 看一看这道题当中 难度稍微升级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大题目 会被剧本设定好的是戏剧 不是人生 好 结束了这个短片之后 一博要提出个什么样的问题 视频中 共出现了几款联想产品 共出现了几款联想产品 来两位想一想 我知道 你知道 来萌萌 一共有三款 一共有三款 能叫出名字吗 第一款 第一款是小兴520投影仪 我家里有一个同款 你有同款 对 然后第二个是小兴公仔 叫小怪兽 这是我们的周边礼物 是一个第三个 第三个是 小兴对 二合一笔记本电脑 所以总共是三款 三款 全名也都叫出来 甚至我们的周边也能说出来 是吗 一博 是三款 是的 好 是哪三款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没错 就是这三款 分别是我们的投影仪 还有我们的周边 这是叫做小怪兽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笔记本 非常的棒 那传东看到这三个系列 有没有要跟大家介绍 我觉得萌萌非常厉害 竟然能发现我们的视频里面的隐藏款 就是我们小兴的IP潮流公仔 那我们小兴家族呢 不仅仅有硬件产品 我们还有潮流周边 就像我们的公仔一样 那大家在我们的小兴家族里面 会看到越来越多越酷的科技产品 和周边潮流产品 是 然后就像一博一样 不光是这个有实力 还有潮流感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题 我们接下来的题目由传统来出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视频题 一起来看大屏幕 好 虽然一博没有出现 但是也出现了像一博一样非常帅气的风景 所以这一道题要问什么 那我的问题呢稍微不一样一些 那今天一博站在这里 其实就是一幅风景 是吧 那我的问题就是 刚刚的视频里面 一共出现了几幅风景画面 哦 几幅风景画面 听两位来回答 哎呦 和这个几幅 四幅 四幅 我看到的是五个 五个 五幅 对 五幅 一博你刚才有注意到 确认吗 是几幅 我确认五幅 应该也是五个吧 应该也是五个 是不是 你觉得你多看到的那个是什么 温汤 极光吧 极光 那是我下一个旅行的一个目标 哦呦 要去看看极光 对 我觉得一博看到的应该也是极光 因为是绿色 最后 那人的观察力果然不一样 所以是不是五个啊 成东 答案 就是五个 好 是每五个 非常棒 非常棒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个五个画面 哦 还真的是最后一个是湖泊 哦 你看哦 群山峻岭 还有我们的大海 以及我们的湖泊 还有我们极光 我相信这些 虽然说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完全全去到现场去看 但是通过我们投影仪投射出来的这样子的画面 也可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且其实不知道一博有没有注意到 在我们的这个投影仪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设计 你有看到吗 啊 应该是新的logo吧 哎 小新的logo 对 其实在上面也可以看到 也就代表着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品 是吧 专东 一博好眼力啊 这款投影仪呢 就是我们刚刚新推出的 小新100智能投影仪 嗯 那一会呢 我们还会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 非常非常的强大 好 既然是新品 我们稍后呢也让一博好好来感受一下 新品的强大魅力 接下来最后一道题了 我们把这个难度加大好不好 来看最后一道的视频题是什么内容 好嘞 一博跟他瞪着大眼睛在看 哈哈哈 说哎 这个画面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个确实给我也出题也有难题啊 啊 给我出题的人提供了难题 这个题确实不好出 因为特别快 嗯 但是有一个标志大家应该都能记住 就是yoga yoga 所以这个题目呢跟yoga相关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 会说哎 有多少台机器 因为之前都说是12345还是123 那我的问题跟这不相关 我的问题就是屏幕中出现的 我们联想yoga笔记本 最早是哪一年推出的 哦 yoga的第一次推出第一次见面是哪一年 对 其实屏幕当中的大数字非常的明显 但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来想一想第一台yoga跟他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知道 几几年 应该是2012年 2012年 你确定吗 为什么 确定以为我家有一台 你有一台 确定吗 他是可以一个360度的翻转对吧 对 哇 那文涛很厉害 我们2012年的推出了第一代的yoga笔记本 可以想象文涛当时跟yoga学习做前空翻后空翻360度 是 这也是一个首次跟大家见面的这样形态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到底是不是2012年这个重要的节日 2012年全球首款多形态笔记本 来自我们的联想yoga 其实说到yoga 一博其实跟yoga也互动过 你有印象吗 在去年这个地方 对 应该是拿那个派的画了一个摩托车 对 画了一个 拿我们的yoga派的画了一个蓝色跟绿色相间的一个摩托车 嗯 你有印象吗 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啊 一博画得非常好 嗯 那也展现了一博对摩托车的热爱 我也很喜欢摩托 那我肯定追不上一博的 所以一博呢还是好眼力 那yoga呢我们从2012年创立以来呢 到今年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年 所以十年间呢 我们为yoga已经打造了众多丰富的生态好物 那yoga呢也作为我们联想旗下 面向高端 面向时尚 人群的一款品牌呢 子品牌呢 其实 大家也领略了我们yoga的笔记本 也领略了yoga的投影 还有我们领略yoga的其他的生态产品 那还有什么新成员要加入到yoga家族呢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啊 新成员 要跟大家一一见面 但是在见面之前 我其实还想问一下 因为马上是双十一了嘛 既然是双十一 大家总觉得要浩浩羊毛啊 有没有既然我们的代言人王一博来到了现场 能不能推荐一波福利给大家呢 一博来了那必须要有大礼相送 而且好礼多多 那说到推荐产品呢 实际上其实一博站在这儿 所有产品都是好产品 都是好礼 因为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今天就不能成为秘密了 大家知道一博领先主演的 我们联想消费品牌的大片奔赋 到今天播放量突破了多少 我觉得肯定是以亿来计算了吧 播放量 播放量突破了一个亿 突破了一个亿 一个亿的大片 一个亿播放量大片 更震撼的是 整个奔赋这部品牌大片 在一博的领先下 我们的话题总阅读量 已经突破了3.8亿 这个真的是相信是联想 还有一博一起来完成的一个好作品 所以一博为我们联想 带来了满满的品牌能量 你说今天晚上我们能不给大家去奉献 超级大理吗 那必须 对 所以说呢 要说超级大理 必须要有好物匹配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联想双十一 好物推荐官 田旭 好嘞 既然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一博传动 还有两位我们的用户稍作休息 一会儿回到舞台当中看一看 田旭推荐的好物 你们有什么感觉 先把掌声送给各位 稍后再见 谢谢 谢谢各位 一波也稍作休息